另外确定角逐2016总统大选之位之后呢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积极露面 今天再度受邀上节目 不过呢录影前媒体问到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红秀柱 日前暗批他竞选影片 满脸污泥双手捧绿 是不是在暗住绿营呢 对此宋楚瑜回应说 不要拿这个开玩笑 难道国民党继续执政的话 大家就不能看充满绿草跟泥地的棒球赛了吗 我们需要多彩多姿的一个社会 我们需要一个彩虹的未来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宣布参选后 再度参与电视节目录影 不过身上的白色衬衫特别引人注目 强调不分蓝绿 与所有人都要合作 但宋楚瑜话逢一转 再度对马政府开枪 我不是要反马 而是觉得马总统的这将近八年的失证 失掉了民心 如果国民党不能够跟现在的马晶蹄 去切割的话 会持续的让台湾沉沦下去 虽然多次表态不想与人为敌 但国卿合作面临破局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日前更是炮火全开 批评宋楚瑜竞选影片满脸淤泥 双手捧绿苗 是在暗住绿营 大家不要拿这个来开玩笑 我今天刚来的时候还在看那个棒球 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以后棒球不可以转播 因为不是你一把就是绿的 对不对 国民党如果继续执政的话 以后我们连棒球都不能看了 宋楚瑜轻松带过 不过不止与洪秀柱整风相对 独立总统参选人施明德和宋楚瑜 因为政见问题同样也杠上 虽然宋楚瑜强调两人之间没摩擦 但宋楚瑜想和各党各派合作 组成联合政府 依目前的情势来看难度似乎不小 华语新闻林俊田黄云婷台北采访报道